安杜因 安杜因 拥有我的剑 就拥有相同的结局 完成最后的使命 毁灭吧 孩子 你手上这把剑并不属于黑暗 它的力量来自勇气 他的亲人 来自荣越 他传承了我们的意志 此时此刻 我们与你同在 现在 结束这一切吗 我看了 阿萨斯 这就是 他最后的样子吗 他的灵魂 被炎狱之主 熔炼 只剩下 最后的火花 没有皇冠 没有王族 连能接受 审判的灵魂 都不剩 我恨过你 只想杀了你 随着每个 自私之举 变成了你 那是 我要背负的 罪过 但你的 传承 该结束了 消失吧 阿萨斯米奈希尔 愿你的名字 在地狱中消散 被世界遗忘 还有很多事要做 祖瓦尔用的 统御之力 控制 自主机 才能进入 肾中 但自主机 没有立刻屈服 如果我们 使用统御之亏 也许 可以找出 他们反抗的源头 他引发了 这么多灾难 我们真的 还要使用吗 如果能找到方法 抵抗统御之力 那 值得冒险一试 我们会勇敢面对 任何挑战 我自愿尝试 为了大家 我可以再一次 承受这种痛苦 勇士 拿着头盔 你是最不可能 因为头盔 而明师自我的人 驾驾驭你的仇恨 好好利用它 这股力量 实在太强烈了 让我回去 让我回去 等等 我回复自我了 看来 头盔的力量 并未消失 虽然对我们来说 是件好事 却始终令人忧心 战争 一触即发 是蒙 必须齐心抗敌 同意 类似交流 你可以想象成一种 语言般的能力 但这种语言的力量 也强大好能 反而生物 对自身的理解 这就是为什么 几乎没有生物 能抵抗它 如果我们能中断 这股力量一段时间 也许就能找到方法 阻挠它 啊 冤侯行者 为拯救 暗影出世门战 有什么消息 好亮的事 今天学到了什么 有时候 语言会在你面前产生变化 我认为这种改编就是你在寻找的东西 完成之后到石窟找我 我们在那边测试这个领域 好 好 好 嗯 好 好 我的 好 怎么 怎么 像 什么 一点 以理想 破砍 死 是 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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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诗笔 太好了 漂亮的是 你不乏非得这么沉重吗 下队图书管理员输入能取得的词语 再试试看你的头盔 结果应该会相当有意思 如你所见 语言越进步 深屋的反抗心就越高 希望你能找到追求的东西 我们的敌人冷酷无情 戴着头盔前往无尽杀害 然后将首创者的语言注入其中 我和泰里亚会与你同行 勇士做好准备 强大的冤士者驻守在那个地区 我们要一同对抗黑暗 记住 你需要其他助力的话 可以利用头盔碎片来对付冤士者 情况如何 我看得到你了 寻觅沾补者 以置顾家诛其身 你们不准发声 你的宇宙会消失 你不准发声 在这里 这个词语没有任何意味 对吧 光是看着它 我就头晕了 现在你脑中那种感觉 能够减轻同域的效果 就把这种感觉 第四章 第四章 路被堵住了 我们必须找个地方穿过去 小心 你灰锤的方式是谁教我的 布尔田拉斯的克瑞斯福爵士 我一直以来都很尊敬他 他陪着我长大 你独自引人待在寒冰皇冠的时候 有没有曾经想到过 我和母亲 每天都想 我和母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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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完成了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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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实在 太难受了 哇 办不到 安德鲫 我们不能让他再次经历这些事情 小狮子 我明白你心中的挣扎 我来给点 建议 再见 我无法确切记得是在哪个时候挣脱控制的 我只记得忽然涌现的自由 还有清晰无比的使命感 在我对他放箭的时候 我意图成为他的审判者 以及处刑者 当时我以为 只要我能惩罚他的罪恶 我就能消灭自己的罪孽 以为他 强迫我对同胞犯下的所有罪行 就能因此被原谅 但正义并没有获得伸张 对谁都没有 至今 人未实现 我会再使一次 安度因 找到你内心的盛光 你非常坚强 我尽我所能了 安度因 做得很好 你的痛苦不会因此平复 但是这是第一步 我们 又再次进入冤后 完成该做的事吧 我会再次进入冤构 啊 雲頭行者 現在要重新打造破碎之物 怎麼確保 新的頭盔不會被用來奴役他人 我們必須讓他進入更高的精神層次 化為自由意志的工具 寒冰皇冠 永遠不會再有巫妖王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重新铸造 曾用来束编我们的工具 看哪 这就是意志之关 重铸之后 我们的意志属于我们自己 为了大家的未来 为了暗影之境 为了爱子拉斯 左瓦尔的末日即将到来 有什么消息 在需要使用之前 皇冠由我来保护 现在 先把青丝放在击败座王二上面 我们会完成这项任务 你好 我还有职责在身 我有很多事情想问你 但是不知道该从何问起 我一直以为我父亲是死去的英雄 只让生命中的很多事情都黑白分明 现在知道你活得相当好 一切都变了 过去的我的确在那一天死去 巨龙的火焰决定了我的命运 你不能至少让我知道你还在吗 告诉我你必须戴着那顶头盔 如果告诉你了 你会来寒冰皇冠吗 当然会 我一定会不计代价 去搜寻你的下落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不能让你知道 我必须做仇牺牲 才能保护你和这个世界 不守那个地方 那股力量轻饶 可是做出牺牲的不只是你而已 我们也一样 每个爱你的人都是 我知道 对你们造成的伤害 永远都是我心头的痛 我祈祷有一天 你能原谅我的决定 人人都要尽好自己的本分 好 我 真好 你 要 想 感谢观看